在基隆市議會議長 童子偉 國民黨立委參選人林佩祥市議員 市議員吳華嘉 施偉正和陳怡 以及委託行街區公司總經理邱孝賢 基隆市政府官銷處長郭憲平和產發處副處長鄭永陽等人 共同啟動下 11月25號晚上正式點亮號稱全台最高最大 聖誕樹造型的聖誕帽 象徵委託行街區走出疫情陰霾 邁向發光閃耀的未來 聖誕節是委託行會最熱鬧的一個月份 我想這樣的燈光效果大概已經持續了多年 這幾年也讓非常多的年輕朋友非常多的支持 來這邊創業來這邊享受我們的咖啡文化 或是日本料理的文化甚至掛包酒吧 我想這就是一個地方創生的開始 經過了疫情之後開始 我們希望可以再一次的透過滾動式的調整 希望市政府各單位的配合 我也非常謝謝關銷處產發處 以及文化局的大力支持 那我想我們未來我們委託行的目標 就是成功轉型成一個青年文創的返鄉園區 串聯我們周邊的仁愛市場 然後串聯廟口甚至我們的國門工廠 把基隆變成一個不同氛圍不同感受 每一個地方都有不同感受的一個好的旅遊城市 那我們的目標會持續來努力 那我也代表基隆市議會 來感謝大家的支持 特殊的聖誕節這個燈飾已經是第五年了 那佩祥的確希望說我們委託行可以老屋翻新 可以把這個地方有一個新的文化的衝擊 像很多不管是在國外還是國內都有一些老街區 他們翻修之後有一些不同的作為 一些文化的特產讓年輕人讓年老者 都一起過來這邊共榮共好 那佩祥未來希望說能夠進中央之後 盡力爭取預算來給市政府 來幫我們圍頭行做得更好 變成一個新的青年文化文藝復興的地方 不只聖誕帽閃耀 現場表演節目同樣發光發亮 這是在校異錄二十三項裡面 由委託行街區公司 基隆市委託行商圈發展協會 以及Yes We Can 夢想起飛協進會 主辦基隆市政府產發處和官銷處協辦 共同舉行的第二屆聖光日活動 現場也安排各式各樣 有吃有喝有用的主題市集攤位 其中有一攤henna彩繪相當引人注目 老闆小山用天然染料 為參加活動的民眾 彩繪在手上非常漂亮 只要是沒有殘痘症 孕婦以及皮膚極度過敏的人 都可以來試試看這種像是刺青 但是七到十天左右 就會自己脫落的彩繪 市議員陳怡也特地帶著女兒香香來同樂 十字都要 十字都要 主辦單位委託行街區公司總經理邱孝賢 也特地頒發感謝狀給多位協助 及合作發展委託行街區有工人員 感謝他們的付出和關心 而在充滿聖誕節感恩溫馨氣氛的同時 主辦單位特地愛心捐款五千元 給伊甸基金會 由伊甸基金會基隆區長李連代表收下 現場也有平常就協助伊甸基金會 做愛心的攤位業者共襄盛舉 主辦單位表示聖誕帽將會持續點亮到農曆年後 象徵未來為委託行街區帶來更多的活力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долж 不錯 點 Brad 也